不知道 不要拍他 而且要打 為什麼他這麼長 ok 好了 站著嗎 沒有 沒有 沒有了 沒有 那個 因為他出在前線的時候 把新交回 對 我剛剛有推入學生的前線 所以他就進在課長裡面 那個 上禮拜第一集講的 純量跟向量 好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第三集說錯 第三集 第三集講的純量跟向量 下歌啦 來啊 對 是誰提的問題 不是你提的 你有提問題啊 外肌啊 那提了外肌的問題啊 那是他跳過去的 好 好 對 那時候我說 好 他還沒預洗 你們在預洗的時候 遇到什麼 嘴唐外肌的部分 好 所以第三組麻煩 講一下 純量跟向量 來啊 對 對 好 那我看一下 嗯 我很說 那整個音質看不太遠 比如說 比如說 物理量啊 量子啊 沒有 我寫一些上課 可是我忘記 什麼 什麼叫物理量的量子 物理量 量子 OK 存量 然後 應該要不解 啊 哪有像量 好 所以 那個 你預洗過了沒有 看過了 你看過了 那你可不可以把你說的物理全部一直提出來 哦 你現在講的就是物理量 量值 存量 好 好 好 然後 因為第二次一節 二次一節其實還蠻多一點的 總共是一二成四葉 超多的 四葉 還有像量 好 然後你不懂 我們全把它圈起來 等一下看有沒有可以解釋 看有沒有 你會不會借我圈一下 好 好 你不要再給我 來 快一點 你不是預洗過了嗎 預洗過應該把都圈起來了 你看看 不是 那個 宣語拜託下次那個還有龍圈一樣 讀不會就用鉛筆圈起來 這事情是早就講過了 你圈起來之後 我們才可以討論 我總不能這樣等你讀四葉吧 哦 人家從頭看上什麼 我們怎麼處理事情 OK 來龍圈還是你的 你有什麼問題沒有 看不懂什麼地方 還是 奇怪的神法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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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既然沒問到應該神法搞不懂 哪 對 這已經是要23個法 這要22 2-1-1 2-1-1怎麼樣 他有其他人的神法到1-1 純數神法不知道OK嗎 看到沒有 因為他裡面講2-1裡面講到的題目嗎 題目 或者那個 那個 那個我都考慮了 例舉的部分嗎 我想例舉的部分 上禮拜嗎 上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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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舉嘛 例舉舉例說明那個 像樣的那個外肌嘛 OK 像樣的解法懂嗎 沒有說明 沒有說明 你問懂 就因為沒有講明 然後就熟 好 那先下課了 對 好 那沒有聽懂就再問 OK 像樣的解法懂嗎 不懂 不懂 像樣的分解懂嗎 不懂 也不懂 那我剛才一邊講 二十段上面寫的 你可以畫一堂課 或是一堂課 然後把像樣從整裡面 當然可以啊 所以我現在知道 大家對於像樣的道理 目前為止 所講的部分 都不懂嗎 像樣的解法不懂嗎 像樣的解法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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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寫的其實還蠻清楚的 課本上寫的其實蠻清楚 這本書的這一部分 算是清楚的 這個跟生活課本很不一樣 物理其實 在學題上 我覺得跟生活很不一樣 物理的東西 或其他自己寫的那種複雜 你稍微看一下 那真的不懂 好 我問一下 你預期如果真的不懂怎麼辦 先圈起來 先圈起來 你有空的時候 我上網查一下 或查別的書 還有別的課本 那像那部分 可以查數學 好不好 二字一節它主要是 全部用數學來解釋這些東西 它沒有物理 那我上來講說物理的部分 來解釋這個東西 不會在物理上發生什麼事情 好 隆斌喔 你們有沒有什麼地方不清楚 二字一節的部分 嗯 奇怪的地方 哪一個地方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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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你說一個很像蛋 然後中間有一杠嗎 有一個很見 你說四子二字一四子 那叫做這個 滴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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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第四小段嗎 第四小段嗎 第四小段 寫不能這樣寫 這個符號不能這樣寫 這七大字 那叫滴蛋 滴蛋 滴蛋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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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滴蛋 那是滴蛋 那是滴蛋 腳... 通常有時候TA結尾的話 會唸得比較像滴蛋 滴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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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們怎麼覺得這邊不懂的 那個 農學員 雖然這個字你不懂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它的意思嗎 它在上面表達的意思 它就是一個符號 在數學上以法想看 它就是一個X1 一個位置數的意思 然後取多數數 課文上面有寫 在那個第十六月的歌上面 你們誰還沒有學過三角蘭素 舉個招牌 三角蘭素 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學過 三角蘭素 沒有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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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蘭素應該在哪個狀況 小鵝 小鵝 高鵝 高鵝 沒有學過的 OK 我們現在就有高鵝 好 就有 好 沒關係 我們就簡單 等一下可以簡單講一下 sai tida 跟sai tida 和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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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a 那屬於上也是很多定義 譬如指甲的定義是什麼 平腳的定義是什麼 平腳的一半 平腳的一半 那什麼是平腳 平腳的一半 一條線上 從左側到右側 這叫做平腳 平腳的一半就是指甲 譬如正方形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叫 指甲 指甲 然後四面長 矩形的定義是什麼 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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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他們有很多定義 那定義知道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詞 所以一樣很多事情只是定義 所以你還知道定義的意義 然後在學律理學上也是很多定義 所以通常在學習這些術語的第一個重點 就是只要是定義的部分 先考慮它定義怎麼來的 定義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先把定義都清楚 好 那個 剛那個十五頁的部分 我們回來十五頁一一開始 薛宇集的幾個例子 物理量 誰可以解釋物理量 物理量是誰 前面第一端跟你講過了 對 第一端已經講過物理量 好喔 沒關係啊 那薛宇 沒有記得 我們再講一遍 好喔 來誰可以解釋物理量 來 我們先解釋一下物理量 你是什麼 回想中 回想中 來 梓鴻解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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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 他的 跟DLDL 就是 力量 好 物理量 來 好 想運用說了 這樣 來 試試看 好 物理量 就是 在 嗯 剛剛跟我們講 就是在 物理線上的話 出現一些 兩個量子 比如說 風磁 或者是 嗯 風磁 或風磁 這都叫物理量 OK 好的 嗯 對 所以 物理量 都為了基本量 是數量 然後 基本量是 方索存在的 然後 好物理量 是用 基本量 拼湊的 OK 他們這樣兩個解釋完 有沒有 清楚一點嗎 有 課本好 課本的 前面就有講過 前面也有 對 前面課本講清楚 第二頁是看 第二頁是解釋 我們看書 讀書都是這樣子 一定是一直累積的 你前面的 懂了之後 你後面的更容易懂 其實簡單來講 神的物理量 所有可以用 測量的方法 取得的數據 就是物理量 那通常物理量 像陳宇剛講的 具有一個 單位的特性 譬如說 我們來取個量 這個量 指紅身高多少 165公分 這是物理量 有具有一個量值 這邊寫一個 量值 還有一個單位 所以量值跟 純量 量值就是一個純量的意思 純量就是沒有單位的量 懂我意思嗎 純量就是沒有單位的 具有量值跟一個單位 剛剛陳宇講到說 是一樣單位的部分 然後那個 那個 冠軍補充點是只有單位部分 在單位的部分 假設我們今天把時間 跟長度這兩個物理量來換算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單位 什麼導出量 速度 可以得到速度或速率 就是得到一個新的量 算 懂我意思嗎 那譬如說時間 算不算物理量 算 溫度算不算物理量 算 算 這都是物理量 懂我意思嗎 可以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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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時傷ным 那全部都能做 全部都能做 所有都能做物理量 所有都能做物理量 不是這樣子講 所以不能做兩個就不能挑 因為說 我有很多想法 那想法都是物理量 那如果是有三個人的話 不是 要太告訴你 找那個獎略 神經原回路 直接自己的回路 不是 基本上我們自所說 物理量 我們主要是拿來做 物理量的利用 你懂我意思 譬如說 我會說這部車跑很快 因為它很快很慢 它具有很多的物理靜止 譬如很快的能量很高 它具有很多 你神經有多少運轉 請問這東西導出來之後 我可以拿來做物理上的運用嗎 我不太容易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希望說 我們的物理量比較偏向 就是說那些有型的 那時候時間無形 對 時間是無形的東西 溫度好像也沒有什麼情況 但是你只要能夠用物理方式測量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說它是一個 我們目前所定義的物理量 這樣就要意思嗎 對 所以物理量包含了兩個東西 就是一個量子 就是純量的部分 什麼是純量呢 就是一個數字 譬如說185 有沒有意義 在數學上有意義 那就是量子 185 可是在物理上 185 我們就不知道它幹嘛 為什麼 我先告訴你一個數據185的意義嗎 在物理學上 我現在不太清楚幹嘛對不對 可是我剛剛說185公斤 才會有質量的 你看你看這個字 185公斤 這個組合就代表是個質量 對不對 你會把它當成長度 我如果考慮說185秒 比較像這個時間範圍 對不對 你就要知道它是有一個物理意義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單位是給它那個後面的意義是什麼 那一般在數學計算上 我們習慣上的數學計算上 加2x減6等於0 x的值是什麼 其實解除204放成字 解出來之後呢 有沒有意義 在這邊有物理學上的意義 沒有 它就是一個量子 解出來就是一個代表的數字 這時數虛數都還不一定 代表就是數字 這數字在數學上有它的意義 但是在物理學上目前來講都沒有意義 但是你知道嗎 數學是所有科學之母 一般來講都數學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物理學上 你會慢慢發現說 很多數學的資料 就是有它的物理意義 好 所以這一站很問題的 什麼量 物理量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 沒有嗎 那什麼是下量 有方向的量 就是把你剛剛的物理量 再加上一個方向 就是有物理量 就是一個向量 有些東西可以有方向性 有些東西沒有方向性 什麼東西是有方向性的 速度 速度是有方向性的 還有咧 如果你有忘記去把它寫下來 溫度沒有 溫度 溫度 也算有 對 溫度其實 在溫度 溫度比較特別 如果只講溫度它是沒有方向性 但是溫度的變化是有方向性的 溫度的變化是有方向性的 溫度的變化是有方向性的 就是什麼溫度 對 身高或是下降 或者說你可以說 在這個空天中 溫度的梯度 溫度的梯度是溫度的變化向 因為這邊高溫度是低溫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溫度往這邊流動 所以這是有方向性的 但是溫度 單純這個溫度的時候是沒有方向性的 好 OK 它有什麼東西是有方向性的 深山有方向性的 深山有方向性 深山有方向性的 有無力嗎 單純指這個 一個距離一個長度的話是沒有方向性的 這有點像溫度的概念 但是如果講距離有沒有方向性 距離有方向性的 距離有方向性喔 我往這邊走了多少公司 我走了那個距離 所以就有有方向性 大家懂意思嗎 長度是沒有方向性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講說 位移跟 位移跟什麼 位移動距離 路徑長 路徑長就是代表是個長度 通常沒有方向性 但是如果講位移的話就是有方向性 位移什麼意思 位置移動的 位置移動的大小的方向的距離 譬如說這個人某獎 他從這個點 移動到這個點 看有沒有方向 他會移動的方向 有喔 移動的方向 他們移動的距離 有沒有長度 有長度喔 所以這個很典型的向量 所以這種位移就是有向量性 OK 他什麼東西有向量性的 嗯 我們剛剛舉了速度 還有位移 是因為速度是位移的導出量 所以速度也有方向性 加速度也有方向性 加速度也有方向性 因為加速度是速度的導出量 所以它有方向性 所以我在講一個重點喔 你要記得 這個向量 這個單位有向量 它的導出量 通常會跟這個向量有關係 但是有時候兩個有向量的東西導出量 就是沒有向量嗎 嗯 有可能 有可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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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物理學上我們學過很多的 有個東西是沒有方向 就是你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 然後兩個一起做動作 反而它的結果是沒有方向 沒有方向性的 三年 不是壘偿 壘偿 壘偿就是壘的 只是它剛好等於妳 方向是沒有方向性 方向性 沒有了 但是還有質喔 她還有數據 喔 嗯 油頓 油頓 油頓怎麼樣 油頓沒有方向 什麼這樣油頓沒有方向 油頓是代表這個人嘛 這個人沒有方向性 油頓這個單位是代表利 利有沒有方向 利有沒有方向 力有方向 我施力當然有方向 我施了一個力帶有方向 對不對 我施了一個力,這力一定有方向 因為改變了距離位移 讓它可以位移,讓它有速度,讓它有加速度 這力一定跟 力的方向一定跟加速度方向同方向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第一次的,你有沒有跟跌動機率 好 直面有什麼方向 直面有什麼方向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 裡面講的向量 純數的乘法 看一下,純數的乘法 這個m是一個純量 不是純量,是純數 它是一個物理量,但是它沒有方向 對不對,所以它是一個純數 這個純數成它一個向量 你還是得到一個向量 這個就像是把它放大多少倍 譬如說,我一個向量這麼大 後面它乘上3之後 就要什麼 變3倍的長度 還是變3倍 這是純量的 就是純數的乘法 向量的純數乘法 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嗎 就是你把這個向量乘上3倍 就得到一個純數的乘法 然後就把它放大多少倍的意思 同樣道理 在這邊加速度這個向量 乘上一個m質量 質量是個純數吧 看我方向,沒有 乘上去之後它得到一個向量 是同方向的向量 這樣問題 所以我們在講說 向量 這東西基本上它跟你前面在導出的時候 原來導出的方向有關 但是有一個例外是 兩個向量在做處理之後 反而就變得沒有向量 上次上次講那個力矩 它是一個力的方向 跟位移上距離 兩個沉在一起之後呢 它形成另外一個方向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不記得要講不記得 不然要至少向那個 總心來訓明一下 我告訴大家你有聽到的 好 這裡有個東西 講到分別的字典 我同意四個力 對不對 這邊是一個距離的向量 L 這邊是一個力的向量 F 這兩個的存跡之後 就得到一個力矩 再去 存機 請問這個力矩的方向是哪一邊 密實針 非常好 然後是這個方向 F是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通常把F移過來這邊 好 所以這樣子 Close Close就這樣撐起來 撐起來就是它方向朝這邊 它得到第三個方向 有沒有 這三個方向是 互相水質的方向 那怎麼意思 紫容來重回頭 真的喔 第三個方向 第三個方向是朝這邊 往外 往外 蛤 我們定義的方向 因為 你說這個旋轉方向 像這個旋轉方向 你要怎麼定義它 逆直針 逆直針 如果是從另一邊看就順 對 逆直針順直針 我們通常要定義它 所以我們會覺得 我們其他不覺得 我變往旁 我怎麼會變得出 對 假設你是往這邊 你的方向是跟它方向 事實上只能它分方向很分離 有那種分相樣的概念 好 事實上是跟它重結在平面上 但是我在數學上發現 假設我們定義它是 第三個方向的話 就計算障位 在計算那個四方向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要定義它在第三個方向 就是 跟這兩個向量 完全垂直的向量 就跑出來 你說 最低的就是垂直 對 這個第三個向量呢 會垂直於這個平面 這兩個向量都是一個平面 在空間中 任何兩個向量 可以形成一個平面 同樣容易 同樣 同樣 這麼容易就同樣 對啊 這邊有個向量 那這邊有個向量 有沒有聽到一個平面 欸 好 沒有拍到 所以我剛剛講是有一個討論的 任何在空間中 方向不相同的兩個向量 可以構成一個平面 看一個構成一個平面 同一個嗎 它可以構成一個平面 如果這樣相量 構成一個平面 看同一場 分開也可以 分開也可以 對 也是構成一個平面 這樣子構成一個平面 對不對 這樣子也是一個平面 它空間中 任何兩個方向不相同的 這個向量 它可以構成一個平面 好 那 當我們前一次 這個向量是可以平平的 那如果說 跟這兩個向量 這兩個向量 沒有同方向的向量 垂直 有幾個方向 有幾個方向 這個平面 跟這個平面垂直有幾個方向 哪兩個 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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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可以給它 當成一個平面垂直 只是神愛的主要而已 神愛的正負號而已 神愛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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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們代表它這個方向 所以 這兩個向量的外積 呈起來之後呢 我們給它定義成另外一個方向 這方向平行 這個平面上 這樣不要容易解釋 這樣不要容易解釋 因為在 你如果第三個向量 還在看同碟的話 你在重碟 外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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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積的英文 外積的數學 就是很簡單 兩個相來相乘之後 它乘上它的 sign 然後 它的意思呢 它得到了 這詞純粹數學上的定義 數學上的定義 當初 sign 等到sign 內積是口扇 外積是3C 內積是口扇 外積是3C 它本領語的 來 s 身上是3C 3C 3C是兩個角 兩個向量的 最多的 這個角度 它是把兩個向量 夾兩個向量 夾兩個向量 夾角已經在 夾角在移這邊 夾角在移這邊 移中這邊在 對 不是喔 夾角是兩個向量 通常我們這個數學上 第一次 這樣子兩個向量的時候 是夾角 對啊 所以它的平點在這邊 這第一的平點在這裡 這個重點在這裡 所以把它移過來之後 這才是夾角 夾角是可以平移的 懂意思嗎 不是喔 你把它平移過來之後 那兩個夾角在這裡 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看到 它反應整個方向 會變 反應整個方向會變 反應整個方向會變 這是我們定義它 因為你要定一個旋轉的方向 你 因為我剛剛講 你這樣旋轉 它這樣旋轉的時候 你要這個方向 你要怎麼定那個方向 那怎麼會整個方向 那個值我們等一下再解釋 這樣的方向 你怎麼定義它的方向 對 現在已經兩個像樣 它能照顏它旋轉 對 對 這兩個像樣照顏它旋轉 找得到可力嗎 沒有可力嗎 沒有可力 是力矩 力矩 它旋轉 它應該旋轉 這旋轉的方向在哪裡 你看 我來做一個困險 你不能把它夾起來 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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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方向會變成這樣 好你看 這是一個棍子 這邊有一個位置的向量 然後這個長度 有位置的向量 我要做動力給它 所以它開始旋轉的 對不對 好了 這個旋轉有方向的同意 同意 假設有同意做動的話 是這個方向 對不對 所以旋轉是有方向的 主要在旋轉的方向 在空間都 如果你是一個 剛第一次碰到這種現象的一個數學家 你想定義這個旋轉的方向 你為什麼定義它 往這邊 是往這邊啊 這樣子定義好嗎 對 這樣子 這樣的旋轉方向 你怎麼定義它的方向 為什麼你會定義這邊 對 有它的數 這樣 按到這邊的時候呢 所以你給這個方向 好嗎 就給個函數啊 不是給函數啊 你給個方向 我現在要請你幫我 把這旋轉的東西給個旋轉方向 你給 逆時針是 逆時針是一個很難表示成數學上的東西 它沒有一個方向 先往上在喔 這樣沒辦法表示 這樣沒辦法表示 這樣子的旋轉 是怎麼表示它的方向的 所以客人家就講這個簡單方向 就從旋轉 這樣 這就是它旋轉的方向 嗯 我這個就是它旋轉的方向 用右手來看 這是它旋轉的方向 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旋轉的方向 是不是非常清楚 而且就是一個數字而已 我旋轉很快 這個是方向 這個向量很長 我旋轉很慢 這個長度很短 我旋轉很快 還是跟它的幅度 事實上是應該說 這個力矩的大小 跟它的長度有關 力矩的整個結果 這整個結果 就像在這個機的大小 這機的大小 代表是力矩的長度 這個線 這個向量長 好 它的方向怎麼決定 那方向就是它旋轉 垂直於旋轉軸的方向 就是它的方向 那正貨值代表是它 我們如果用右轉看 它旋轉方向的話 就可以代表到正貨值 是不是就得到一個向量 而且很安全的向量 很簡單的一個向量 一個向量 就選擇這個旋轉的概念 喔 這樣的問題 所以 這個旋轉 你看嘛 這個物體 我這邊是定點的話 我這個中力 只有這個方向 是沒有辦法旋轉的對不對 對 或是這個方向是沒有辦法旋轉的 對不對 對 呃 呃 呃 這個方向或這個方向 沒有辦法旋轉 可是如果只要斜方向 它就會旋轉 對不對 只要認了一個斜方向 它就會旋轉 可是這斜方向 跟我這個距離 是不是也形成一個平面 對 而且我們知道 當它開始旋轉的時候 這旋轉方向 在這平面上旋轉 但是我們不能用這個方向 這個平面上認了第三個向量 解釋這個旋轉 沒有辦法 所以在數學的定義上很簡單 就是給它第三個向量 而這第三個向量 就是平行這個 垂直於這個平面 知道嗎 垂直於這個平面 OK 所以數學上我們就把這個 第三個向量定義出來 那第三個向量定義出來 在物理學上 它也是可以反式 我在觀眾課的 看到一個旋轉的東西 我就說 它有一個旋轉的向量 旋轉的向量呢 是這個方向 就定義出來 所以我們都會有什麼意思 在國動中常常 把線 把線很重要 把向量也很重要 把向量是什麼意思 把向量是什麼意思 反色的向量 把向量 不是把向量 是把向量 垂直平面的向量 垂直平面的向量 把向量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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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誤導這個誤導 把向量 把向量 這是一個書 這是一個平面 假設空間有一個平面 跟這邊有一個平面 你怎麼說明這兩個平面不一樣 我也是 通常我們說 我們只要指出這個平面的法向 就好 它的法向是唯一的 對 對吧 這個平面的法向是唯一的 那我發現這個另外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 然後聽說向量 這個 這叫做平面向量 這個平面上的法向量 是唯一的 因為它只有一個垂直的方向 OK 垂直平面 垂直這個平面 所以我們應該講法線 什麼是法線呢 垂直界面的線 法線 法線 我們在講摩擦力的時候 就講到法向方面的力 就是正向力 正向力是normal force 記不記得 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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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們從國中開始再從上一邊 我不記得 如果大家不記得的話 我們就從國中開始 好 好啊 事實上我們講是從國中開始 然後都是要不行的 這是一個接觸面 腳趾上面放個物體 它的這個物體 在上面有摩擦力 這摩擦力跟誰有關 下面有的 它接觸到 那個 這個 那個 光滑度 光滑度 光滑度代表是μ 就是那個摩擦係數對不對 光滑度越 這個μ越小的話 摩擦力越小 對不對 μ是光滑度 那還跟誰有關 接觸面積沒有關 沒有關 跟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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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 沒有 動力 沒有 跟 它做動力 不是動力嗎 沒有 然後螺況滑的 沒有 這個東西它滑它一下子有關 跟柴子有關 柴子就是μ嗎 還有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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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大的力活 不是啊 跟腿大力沒有關 除非它不移動 蛤 也不是動 是 是 是它的向下的力 不是 垂直於這個平面向下的力 壓它的力 譬如說它現在在移動對不對 這張桌子我再推它 我上面坐個人好不好推 我上面坐十個人好不好推 不好推 不好推嗎 向下壓 人墊很高 但它只 中一步啊 本來就會推倒了 不是啦 你是講特例我沒有講特例啊 我沒有講推倒的那個狀況 我沒有講不推倒的狀況 我做十個人的重量我沒說很高啊 如果做十個人的重量 就是一個很重的東西上面 你一推它變得不好推 不好推的原因是因為它向下 接觸客平面垂直向下的力變大 通常道理這個斜面上 如果你要讓它膜它力變大 你是要在這方面施力 讓它垂直方向的力變大 垂直方向力越大 這叫做正向力 英文叫做normal force 或者你可以說 因為normal 9 在中文翻譯的法線 垂直於法線的力 垂直於法線的力 垂直於法線的力越大的時候 它會有磨化力越大的限量 所以這個法線很重要 法線一個平面 一個方向向量 平面的向量就是 我們只是它反向量的部分 這樣問題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沒有 有沒有問題 沒有 你確定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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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塞直下 好 塞直改方 問一下 所以 你說 三角形 好 當我們在講一個三角形的時候 一個字叫三角形 你學過嗎 三四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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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高是B 前面是C 好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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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是一個正弦的概念 它這個符號 什麼 寫一下 寫一下正弦 正弦 它叫做正弦 正弦 什麼是正弦呢 如果說我把它畫成 就是那一款指標 我們把它畫成一個圓的畫 這個圓心 這邊有一條線 吹吉他 刮一條線 這是不是弦 這不是弦 這不是弦 不然這是什麼 我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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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講Sine Sine Sine 事實上是C分之B 是這一段分之這一段 這正弦 因為它是弦 這條線是弦的定 所以我們取了它一半之後 然後它C跟B做一個一次 它是正弦 Sine Sine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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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超過 不 那Sine 是余弦嗎 余弦是什麼 一分之A 一分之A 是這一段 這一段在數學幾何上面有定義嗎 這個有定義是正弦對不對 這個定義是弦 全長 這條線有沒有定義 數學上定義幾何有定義 那個是遠心的 這遠心對 有啊 不知道名字 那個有個名字 有啊 好 但是再三個的話 我們用這個來比它比較不散 是余弦E型 余弦 這一段呢 是我們的 我們的 花這個在我用 T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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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弦 或是正弦 或是正弦 通常來講 我們這樣子是幫助我們記憶 對 Sine 認了一個字條 三條形 好 現在 它的正弦 是哪一段 就是哪一段 對 像我們 要去想這個三角形就很好 對 什麼正弦 什麼儀弦就好 所以我們要去檢查 這是一個標準化的三角形的話 這個是Sine 最簡單 這個符號是 這個符號是 槽寫的Sine 你知道 書寫的S 是啦 槽寫的S 槽寫的S 書寫的S Cursive Sine A B C D E C 你還是不要寫好了 有沒有看過 G H H H 這就是S 這個就是S 記得嗎 S S 所以我們通常寫S 這樣的話就是從這邊開始到這邊 所以這個是C分之 B A V C的話 這就是Sine C 這樣記得嗎 不記得寫下來 抄下來 這就是定義它 我們在定義 Sine 怎麼來的 Cosine 就是C分之A Cosine 你看C是這樣寫的 C這樣寫的 所以是斜邊 分之底邊 這樣問題 2分Dable Sine Cosine 是這樣定義的 但我們這邊沒有講到Tangent Tangent 數學再去寫 但是我們直接寫Sine 跟Cosine 這樣問題 2分Dable 好 我們 知道 Sine 我們知道 Sine 有看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回來看TALK 回來看力取 記得力取 力取的英文叫TALK 力取這件事情 TALK 幹嗎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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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講的 說法 它是TALK 但是這個是TALK or or 好 好了嗎 ok了嗎 不然我怎麼會學 在講這個外基的時候 這叫外基的話 其實在這部分我不知道在數學史發展 是數學前發展出來還是物理學前發展出來 但是反正到後面他們發現說 原來數學的外基就是 可以解決物理上的例句 可以解決第一句跟第一句嗎 我覺得應該是物理電話就好了 好沒關係 你也沒有證據啦 這不用你覺得 這不用你覺得 因為查就好了 不是那麼容易查 這個考證上有那麼容易 我不是自己來看什麼 就是如果一般是在這個 我覺得 那其實不是 好 那個 沒有關係啦 那個不用 不用覺得 因為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 歷史上的東西 但是我可以繼續用它就好 好了 我可以看一下 講這是向量A 這是向量B 這是低檔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A 外基的B 是用這個寫法 B 等於 通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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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寫的時候 假設上面有個方向 就感覺非常亮 是囉 好 先 配一次 為什麼是內基 你說你要是沈下來 打了 蛤 蛤 那個啊 我覺得 是 對啊 你要不要再講一講 然後再讓大家發問 為什麼一定要被打斷 很煩欸 不是 他說我講錯了 我看一下哪裡講錯了 只是這種 哪裡 你說哪裡 就是內 為什麼是內基 你兩個向量相承 向量相承 你看一下 你看哪裡的膠內基 哪邊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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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因為跟外基都一樣 都是 哪裡啊 哪裡 他寫DOT 啊 我沒有寫DOT 要寫CLOS 我這不是CLOS嗎 喔 我說他外基的 表示方法 叫做CLOS 是相承 這叫CLOS 這叫外基 外基呢 通常你寫向量的時候 假設我只有寫A 這是一個存量 我可以看你方向叫向量 所以A B sin C 但是這個是有個方向的 這是有個方向的 這是有個方向的 外基是有方向的 但內基我寫法 內基是這樣寫的 DOT 等於A B DOT 這個都沒有向量 可以說 DOT 是內基 在向量的乘法有兩種 一種是外基 一種叫內基 內基 即是他 左左邊看起來都一樣 左左邊看起來都一樣 你不是這兩個都一樣嗎 對 中間不一樣 有一個叫外基 這兩個都是層 數學上都是層 但在向量不一樣 不是物理表 是向量上不一樣 向量上這叫做外基 這叫做內積 內積的符號是dot 一個點 外積的符號是一個層 OK 我們講close 什麼是close 叉叉 叉叉就是close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a cross b 這個說明是a cross b 這個說明是a dot b 說話不一樣 a dot b a dot b是內積 a cross b是外積 跟定義上不一樣 好 我們先知道這個定義嗎 這數據上的定義 close的結果 是向量 dote的結果是一個純量 這兩個在物理學上都用很大約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外積的部分 好 所以我們回到剛剛的逆矩 例舉 例舉的現象 好 假設這是個支點 這是例的方向 是你說 對 我先講 對 我先講例舉 我們來看看 先看例舉 我們先上課 好 如果你現在怕忘記 還是先消化一下 現在談歌是很重點 所以千萬不要用下課時間去凝結 好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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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